冬冠食物是在吉尔吉斯斯坦非常特色的存在之一 据说冬冠族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中国西北的灰族 在这个视频里我来分享一下用大约10块人民币吃到当地特色冬冠小吃的经历 我们找餐厅呢就找那种人比较多的 比方说这家 这里面有很多家这种卖这种当地食物的 就找这家人特别多 阿斯兰夫 打击 什么买的 蚝蚝 蚝蚝 在今天呢还有一位朋友和我一起 我来自菲律宾 她是我在这个亲家旅社里认识的朋友 她也是特别想尝试当地的食物 正好我们俩一会就来了 所以来这呢就因为这边人比较多 进到这个卡拉库的这个市场里面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家餐厅 直接往中间走就会看到它 这个是阿斯兰夫 这是刚才点的东干族的食物 这一个炸饼 就是一个苹果汁 他们提供的苹果汁 总共这些是一百二十所亩 就大概是十块人币 大概是十块人币 嗯 我们先来尝一尝这个阿斯兰夫 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凉粉 切的很细的这种条装的凉粉 然后它的下面其实是 那个当地的那个拉格曼的面条 就是那种也都是当地特色的 这两种结合在一起 它里面还会放一点鸡蛋 调料上放了葱 辣椒 还有一点番茄 嗯 这两本很容易断掉 所以可能还要用这个叉子 有一种那种蒸锅那种凉面的感觉 搅拌一下 有凉粉的口感特别好 它这个汤汁呢是那种冷的 有点像那种冷的那种番茄鸡蛋汤 这个炸饼 这里边是土豆泥 就是炸饼里边 我喜欢这样吃 我喜欢这样吃 这样这个炸饼不那么硬 它也会中和这个凉 这里面如果单买一个这个阿什南铺的话 我是60 这一杯饮料是30 然后这个是30 如果是只点一杯茶的话 好像就一块人民币左右 嗯 这个汁我估计肯定是他们自己弄的 要不然不会那么贵 因为历史的原因 他们这里有了这样一种吃味 然后它也结合了这种小冬边的凉粉 还有这个当地的这种比较中亚的这种面条 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在吉尔迪斯的卡拉库里 花了大概10块人民币吃这么一个饭 当然在比士凯特一直都已经吃到 但是这边可能更便宜 因为它是一个小镇小城市 总而言之是非常推荐 到这边来体验这种食物 我中心是很有色的 感谢观看